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我们来看看今天发布的职位 第一个职位是品牌创意 邓总 我这边选好了 我这边第一个出场的大将是刘波 你们这边选的是谁 我这边第一个出场的是詹爽 好 英国的硕士 掌声欢迎他们 图雷老师好 各位企业家们好 导师们好 我叫詹爽 今年一月份毕业于英国莱斯特大学 在留学期间 我在学校的星巴克及食堂打工 有一个外号叫做舞蹈女王 因为我非常的喜欢跳舞 也会经常参加学校的舞蹈表演 及 舞蹈表演 谢谢 谢谢邓老师 你怎么着 你紧张啊 是 特别紧张 你们经常上台跳舞的吗 是 但是没说过话 这是个好理由 来 刘波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刘波 是一名有着十多年工作经验的职场小白 从一名工人逐步成长为车间主任 使我养成了勤奋 老师 你也受影响了 对 对不起 你们俩拥抱一下 互相鼓励一下 加油 今天来到非你莫处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品牌创意 或老板感觉我适合的工作 谢谢大家 杰老师 特别高兴见到你 我爸特别喜欢你 你还不是说你爷爷特别喜欢我 我觉得詹爽是一个朴玉 他刚才上台的时候虽然紧张 但是他的所有的学习养成的这个经历 其实有很大的潜力 他做过活动策划 活动策划是品牌交付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说他能够从客户的需求里边 知道怎么去落地 所以我觉得你们更多的 应该关注他在未来的表现 非常有气质 很优雅的艺人 你真会说话 刘伯上台两个细节 能看出他的创意来 第一个是上台就是主动 提起手来 让女生的手搭在自己肩膀上 既体现了男人的风度 也能体现出你的想法来 第二个小创意是他说 我是工作十多年的职场小白 这留下了一个悬念 这些小细节都能看出 刘伯虽然说是一个普通工人出身 但是他是有想法的人 这就是我推荐刘伯的理 我觉得你是给刘伯加戏的 我告诉你任何人接近了潮汐 我都会选择不再信任的 对啊 潮汐那个你做了导师 我还以为你变稳重了呢 他导师 作为导师吉不可惜 我们这样好不好 潮汐有两分 他会给一个选手说八分十分 很多都是有水的 那都算了 加点分都算了 他就颠倒黑白了 我们这样 我们这样 我们考一下两位选手 给你们出个题 你们把你们的两位导师 分别形容成 一个动物或者是一个物件 反正不能是人 我觉得段总是长颈鹿 因为在一个领域做得非常高的地位 他藐视万物的时候都是 在他眼里都是 你确定他是藐视吗 还是因为个子太高 不是 所以啊 因为你今天一点都不像表演 一个动物的内在特征 跟外在的形态的差异化 所以也跟段总的职业没有任... 职业跟行业也没关系 所以 其实段东很多东西都可以形容 牛也可以形容 骆驼也可以形容 都是有耐力又内涵丰富的 又其貌不扬的 又具备领导能力的 对不对 他非要说一个长颈鹿 有很多长颈鹿说得特别好啊 你看段东其实平常 我们对他感觉就是 脚踏失地地站在地上 但是常常因为他做人力资源 或者经历了非常多 企业的成长发展阶段 他站得高看得远啊 长几步啊 在场就是因为生活阅历不够 然后描述的不够的具象 或者让我们能理解而已 我觉得他比较有用适 我觉得我们这边一定了 来 刘波 我如果把潮总想象得好 我可以把它想象成哆啦A梦 他可以去世界任何地方旅游 去体验当地的风情 看当地的美景 品当地的美食 谢谢 这个不错啊 这比这个好 谢谢 你的这个比方特别好 我们特别期待 他为什么多拉A梦 可是后面的解释 好像跟前面逻辑不通 没有没有 后面因为潮汐是做旅行的 如果从学历角度来说 刘波是吃亏的 对 但是我觉得在舞台转线上 两人失去逆 这太大了 第一站你已经输了一站了 邓总会加油的 我相信你 你觉得你能打败他吗 可以的 不可能 刘波你先休息一下吧 你是什么时候回的国啊 12月11号 就最近啊 回国之后自己找过工作没有 还是一心一意就蹦我们这儿来了 一心一意蹦你这儿来的 你是不是特紧张 是 你紧张啥呢 看到你 我会呢 我能吃了你啊 我看你这个学校是 十家歌手 是 书法大赛获奖 英文电影配音大奖 嗯 跆拳道 对 你还练三打呢 是的 我特别喜欢三打 你和佟老师过两周 但我现在不太方便 因为 你还不方便 方便你能打是吧 我不 我不方便 你女孩为什么喜欢动手呢 怕遇到什么坏人我可以打 你遇到过坏人吗 没有 因为长得安全 张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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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场是给你找个坏人的 给你吵总吧 潮汐就可以 对 你觉得你能防得住我吗 防不住 对啊 所以说你长得不安全 真的 我们从刚才的表现当中看出来 其实你还是处于一种比较懵的状态 你的每一个点都没有向品牌创意这个职位靠近 我来替张啥说句话 就是他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很难有机会参与到品牌策划的岗位 但是呢 他在活动执行过程里边其实有很多的实践 包括文案 包括推广 包括一些在线的这个客户的项目的落地 都是他实际参与的 其实我觉得这小姑娘不太像现在很多年轻人脑洞大开的样子 他比较传统 是 我在跟他聊的过程里面 发现他其实参与了很多的品牌推广和策划的环节 他是一个有潜的 段东老师 我特别好奇啊 今天这个选手明明之前做了好多活动执行的事 但是今天他整个的表现特别的沉稳 是不是受你影响过深 慢悠悠地讲自己的旅逆 一点都会活跃 这怎么回事呢 就是被段东带闪没有那么快 但是我觉得在职场上面 给人成熟稳重的这个印象并不坏 段东老师我觉得这样的 因为你刚刚说到说 他已经做了很多场执行活动 我觉得一个应该减分 他如果在真的有用心的参与到执行里面 他这种活动有他自己判断和看法 也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他的思考 相反的 正因为他参加过很多活动 我认为是减分项目 他的求知里例写的是助理类的 不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品牌运营 助理类也是一样的呀 是老段把它拎出来的 是 我觉得他做助理 他具备综合素质 这点是可以的 稍等稍等稍等 有问题了啊 你本来是想找助理 对 他那老头让你来应评创意 是吧 你心里是不愿意的是吧 是 是啊 我的感觉他就是一叛徒 他直接把他导师就卖了 我这情商推低了 这话真的特伤人 在舞台上就短短的时间内 就是对我也比较片面吧 我不知道我是哪一点做的情商低 既来之 子安之 你既然来了 就说明你还是想来竞争这个岗队 如果说你要是不想竞争这个岗队 你可以给导师说就是不上 难道说导师还能把你抬上来吗 我觉得你有点故意把你自己责任推到老师身上 为什么 因为你应聘的是产品市场营销助理啊 市场营销助理和创意本来就是相关的 而你看 你再看你的学历 你学的本来就是传媒广告 硕士而且是 我觉得段东老师这个指导师很正确的呀 他是我在台上见到第一个把自己导师出卖的一个求职者 我觉得这个时候去为了去强化自己的优点 和掩饰自己的缺点去把导师给卖了这种行为 我觉得说明这个选手 他过于地去想表现自己 而且呢就是情商显得不够高 在一个指导师中啊 其实有四种性格的人 他是什么样性格的叫做平和型 平和型的人呢就比如说西游记里边的沙和尚 你让他做什么可以 但他心里可能还不大高兴 他又不好意思表达 这种姑娘其实在职场中做助理比较适合 既然我们今天面对是品牌创意 那两个人PK的就是品牌创意这件事情 岗位需求是什么样子的人 标准是什么才最重要 不是根据你个人的标准是什么样 才给他合适的岗位 因为找工作 他是要对他自己负责任的 而不是要 当然不是找工作上面企业负责任的好吧 不是找工作第一要对自己负责任 因为我来找工作 你是企业方 那如果我对自己都不负责任 我怎么会对企业负责任的 他今天站到这儿来 就是要对他和选择负责任 我们今天说的是 他已经来面试的是一个这样创意型的工作 你就要尊重这个职位 听见他们吵了吧 听见了 你首先要确定的是 你到底面不面试这个岗位 你要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话 就不用面试这个岗位 可以做品牌创意的助理 你也说愿意从这个岗位的基础开始做起 是吗 那你觉得你是个有创意的人吗 在一个团队里 大家商量 就是说像头脑风暴那种 我有时候会是一个比较有主见的人 行 我明白了 我觉得没有任何潜质 你不能说他一点都不适合 往这个方向去转型 因为他学历在这儿 你听我讲完吗 因为他学历在那儿 我觉得菲尼莫主在舞台上 第一个他来先要选择 他要找什么岗位 我们给他一个机会 对吧 第二个什么呢 就是他如果不合适的话 我们要给他一个正确的方向 他学历在这儿 而他也想往这个方向发展 杨总 你反复说学历 他学的是传媒和广告 他不知道世界上最贵的 就是传媒和广告吗 对啊 贵的时间 你还不能够抓紧说出要点是吗 你知道我们15个企业家 如果说不出亮点 我们都被剪霉了 我觉得可能我们在选择这个人的时候 我们更多看这个人的潜质 如果我们说这个人 一点潜质也没有 我其实也不赞 这是我 我们在这儿说他的专业根底 稍等 稍等 刘波急着要说话 我认为他已经坐到那个位置上了 大家的关注点可以落到我身上 你们如果有什么建议 或什么到可以台下和他联系 好了 谢谢 对啊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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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刘波这个表现很好 我其实提醒 提醒詹爽 有时候机会是你争出来的 他的这个攻击性 他的企图心 我发现就比这个 前面的那个女孩要好很多 反倒他这一句话 还给大家不少分 既然我已经站到这个主持人身边了 他们企业家和企业家之间 在因为郑爽的问题在讨论 我认为这个时候 应该就是占用我的时间 来 刘波 小本记了什么呀 第一点是他主要是在国外生活的时间比较多 回国内的时间比较短 对国内的国情不是很了解 如果说品牌创业的话 落地是不是很贴近国情 第二点是他父母在谋划新的生意 他如果说进了新的单位 可能不是这么安心工作 有可能会回家和父母一块创业 第三点就是他在PPT里面 没有展现出任何适合这个岗位的能力 那你能说说他的优点 学历很好 而且这个人很成本 我刚才从侧面观察的时候 在台上受这么多企业家的温馴之后 没有出汗 要是我接受这么多企业家的温馴 很有可能紧张地出汗 因为这个你应聘品牌创业 你印象当中最好的品牌创业有哪些 你可以列举几个出来吗 我们听听 我感觉就是这个农夫三权的 我的眼里只有你 这个是比较好的 它不光是这个品牌 而且它有这种延续 当时是谁唱的那个歌呢 井冈山 对 当时井冈山因为这句台词 然后后面创作他一首歌 这样的话 这个歌 刘伍同学 抱歉啊 我的眼里只有你是龙夫三权 还是娃哈哈呀 我给忘了 那这个广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刚才跟颖峰就在商量 这个广告没有提出过龙夫三权 我们老补了半天说 龙夫三权 龙夫三权不是有点点的吗 比较失败的呀 它连就是龙夫三权的广告语 和娃哈哈的广告语是搞混了 所以它的准备 其实也是不是很充分 而且是它想准备 但是没有准备好 我是对这句广告词的创意比较 我明白 我明白 可是如果这一句创意 并没有让你记住那个品牌 不知道是这个策划者的失败 还是说用户认知的模糊 应该是我表达错误 可能是你太紧张是吧 对 对 对 我们在场的企业当中 有哪个品牌创意 你觉得不错的 没有 怪你四十多岁的人 那你来应聘肯定比一个小姑娘 应该做准备做得足啊 做了一些准备 只是对企业的简介 还有各位老祖的姓名 做了一些了解 但是就是说是对 他们的品牌宣传这一块 那就更好了 做得不是很到位 你对哪个意向企业 或者你印象深的企业 你帮它想一句 有意向企业吗 没有 因为我感觉我上台是来展现我能力的 能否得到哪位企业家的青睐 我不确定 你做品牌策划 你如果没有意向企业 大概对行业 板块 你原来想从事的领域 必须有一个认识 因为不同领域的品牌策划 要求完全不一样 而且坦坦说你四十岁了 然后你在这个国企 在那十四年 又是被动下岗的状态 那其实你在这个阶段 更需要准备好自己 因为你的能力匹配范围 一定是比二十几岁的小孩们 要窄的 刘伯 其实你准备了很多东西 咱们台下交流的时候 你给我讲过 比如说 吹生生 吹生生啊 什么的这些品牌都可以说 好吧 这时候不要 严重回忆 下面有没有讨论过 如果真讨论过 为什么他刚才问半天 没说 现在你又说吹生生 是不是吵总你的想法 你非让人家说吹生生 不是 这是他准备好的 这样吧 我就回答一下 刚才就是各位老板提的 我想就是给这个六人游 说一下这个品牌创业吧 故意的吧 就感觉你们俩 我觉得真的太那个 就是可能之前准备了 你还是随便选企业吧 吹生生也行 我做的是吹生生 这个品牌 如果说进入某地区的话 怎么推广品牌 怎么做这个产品 递推 我们可以找当地的 某一个高校进行合作 进行意外 学校出人力 我们企业出产品 然后索得全部的钱款 由高校联系希望小学 全部捐给这个希望小学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把咱们品牌 在这个高校周围的 这个品牌知名度 有一定的提升 对高校来说的话 也是增加学生的这种 这个社会实践活动 对高校来说 也是实实在在地 为希望小学 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我觉得非常好 首先高校的 就是我们的目标人群 同时它这个活动呢 又有这个所谓的系统观 也很好 你要的是六千家是吧 对 来 你站这儿来 来 小姑娘 来 来 来 说说 记了你大叔什么坏话 我觉得他是一个 比较传统的人 思想没有像我们年轻人 比较有拼近 比较积极 比较向上 会有 有时候会有 扩散性的思维 还有点 他是比较想求稳定 因为毕竟结婚了 比家庭为重 还有他的想法 都比较大众化 那些活动啊 这种策划 其实现在的大小型企业 都已经有了 已经在推广了 我刚才特意在你那个环节 没问你要多少钱 我现在问了他 他说他六千以上 你是什么学历来的 本科 本科 你要多少钱一个月 八千 你觉得你们俩 在这一轮的表现 谁好意思 他 那你要不要降薪 最低七千五 这么 就降了五百了 他不还高一千五吗 其期望的工作地点是上海 我要考虑到我自己的 我觉得 我觉得他呢 其实有时候 跟代表了很多大学生的 这个心态 就是当个机会来的时候 我是争取一下 还是说我是 就是我就是我 你应该适应我 对吧 我觉得他应该 就争取一个机会 你这样好不好 在第一环节 马上要选之前 你们互相对对方 说一句话 谁先来 我先来 哥哥 我才刚毕业 我需要工作机会 我们都正常地发挥自己 展现出自己的能力 你是需要生活 我是需要养老婆和孩子 一个可怜这个 这有点鼻惨 我越发觉得 他看起来 更多就是一个 有空架子的 花瓶的这种感觉 就没有实际的内容 很流于表面 第一轮选择 薛露 还有实战 天生我有才 有才吗 老刘 没有 刚才的才已经 那怎么办 人家有才 人家要跳拉丁舞 人家肯定要把这2000块钱 给博回来 没办法 我的才在上一轮 已经表现过了 那咱这样好吧 我们看看你的学习能力 他跳的时候 你跟他跳呗 不好 我拒绝 因为如果说 我知道我自己的学习能力 如果说我跳得更不好的话 更体现出 我跟着他学的能力 会更差 刘伯同学 你刚刚这个回答 真的有点减分 第一你说 你的才表现完了 显示出你将狼才净 第二要你学生跳舞 你立马说不 说明你的学习能力 学习的意愿也不强 我认同刘伯的说法 我觉得一个面试的选手 在舞台上要说真话 要说实在的 没必要为了迎合别人 而去做一些违心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你很棒 没事你不跳 我请段东跳 可以 这他的徒弟嘛 对不对 好来请段东 我觉得应该给掌声鼓励一下 让老师跳得真好 段总好把自己打成吉儿了 段老师要扭跨 要扭跨 这个这个这个块面就是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今天段东老师绝对是奉献了自己来寸透我们的詹爽同学 真的是最好 我就是 最好不如老师 老段 我所有的目光都在段东老师那儿 我就没想看这女孩 老段你严重缺钙 所以刘伯如果当时 最如大了你确实需要补钙 对 所以 你们有没有人觉得他刚一起事的时候前面的郭文跳拉丁舞 但是段总跳得好像太极拳那开始了 老段来去吧休息吧 你这个舞蹈学了多久 六年 我觉得你跳得太一般了 这不是不是一般的一般 是特别一般 今天通过你刚才跳舞的时候 我会质疑你的能力 包括你在大学的时候学习 你是不是干什么都一般啊 你包括你 你让我们看不到你是个传媒广告的硕士 你让我看不到你是个做过市场营销的助理 你也让我们看不到你做过你学过六年的拉丁舞 这是一个非专业性的点评 所以我没有放在心上 真的是非专业 因为他们并没有接触过这一行 如果同行来点评 我会欣然接受 马瑞 这样这样 你的那个 对他的这个评价其实不太公平 为什么 其实我是有这个比较好的朋友 他们是学拉丁舞 他刚才那几个知识很不错的 六年看姿势啊 许总 六年了 你学六年舞蹈你看姿势 你会跳吗 你会跳吗 许总 我不会跳 但我会看啊 你不会是马瑞 就像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我做美妆 我做六年 我连一条眼线都画不好 你觉得这是专业吗 不管是他在防神树上 还是在拉丁舞的表演上 都看不出来他对这件事情的热爱 所以我就很难想象 他的求职的时候 他的工作 到底能有多热爱 还是为了做而做 我很认同马瑞说的 我同意马瑞 我学过拉丁舞 但是我只学过六个小时 因为我觉得刚刚 詹爽在跳舞的过程中 没有范儿 就是没有那种架势 马瑞说的意思是什么 通过詹爽跳舞 这件事 看到他的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 请问你们能刚才看到 他的所有的履地 以及刚才那个舞蹈 看上去六年了吗 我觉得马瑞 我觉得马瑞特别的不客观 他特别不客观 要真的很专业的话 那直接就做舞蹈演员了 干嘛还过来找工作呢 是不是 而且要求那么磕磕感 跳舞唱歌本来就是一件 能让人开心的事情 喜欢就学 没天赋 就学就可以了 对啊 我感觉他就是 他要求有点过分 就是有点苛刻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 情商职场课堂 如果你现在的公司 临近年底 突然取消13星 和年终奖的发放 你会欣然接受吗 首先我想说 不会欣然接受 什么原因是你可以接受的 是我自己 个人能力的问题不足的话 如果你不接受 你能怎样 就是不发给你 还是先跟 我的老板协商 你看啊 比如说你的上级就是尹峰 他不发给你13星 你怎么跟他聊 尹总你好 关于13星的问题 想知道为什么不发业我13 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吗 这是公司统一的决定 所以不是对某一个人而执行的 那我愿意接受这个结果 因为这样就该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他回答非常好 说明大局观 大局观是什么 如果是针对我个人的 我要知道我是绩效表现不好 还是哪方能力不好 产出不好 但是如果是公司 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你如果站在公司的角度 你接受这个大局就可以的 我觉得段总的 那太牵强了 你知道吗 其实这姑娘根本没有说出 你那些所表达的东西 这姑娘只是离 她的答案是 我们先别讨论 我们先听听那哥们怎么说 来对比一下看 好不好 来老刘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看到这个问题之后 我首先想到是 我是不是 是不是全员都这样 如果说全员都是 取消13星和年终奖的话 我会欣然接受 第二点我会想到的是 公司是否现在是有困难 我会从现在开始 从我的生活中 做得更节约的一些 做好以后工资扣减的准备 第二点是我会把自己的工作 做得更细致一些 如果只是针对你一个人 我会询问我的领导 是我哪个工作做得不到位 做得都不到位 那我就会反思 然后给领导问 如果我怎么做才能更好 你自己反思去吧 好 谢谢 对 所以说你看 刚才把段总 段总刚才对于 他的选手的评价 放在你身上完全合适 这才叫真正的 叫有大局观 但是差距就出来了 我这个选手呢 其实他没有职场经验 他有二十多年的 职场经验 我觉得这个是 差距离线 但是我认为 我的选手留播回答的 更全面 更体贴公司 站的位置更高一些 接下来每个人 拿出你们的牌子 把你满意的 那个人的名字 写在上面 好 我们来揭晓结果 甲军 我选择放弃 我也选择放弃 我选择詹爽吧 我选择放弃 我选择詹爽 詹爽 还有四盏灯 你还有翻盘的机会 你觉得你有几成机会 五成 我们来看看后面 有没有翻盘的机会 续练 放弃 我都没有选 我放弃 我放弃了 我也选择放弃 来 我们有请 刘波的导师 潮汐上台 我觉得这个音乐配得不对 我挺高兴地上来 是因为我觉得 刘波发挥出了 他自己的水平 而且在场上 比如说翠生生说 你的活动创意 我肯定 然后我愿意去做 我觉得至少 他在创意方面 虽然没有给你岗位 但是在执行方面 是肯定你的创意的 我觉得这就够了 在我们台上 就算再多人 事务家都为你亮灯 你最终还只能 选择一家企业 我们只要有一家企业 认可你的创意 这就够了 所以说我觉得 刘波今天没有失败 他表达出 他自己应有的水平 这就够 谢谢 詹爽有什么 要祝福的吗 你终于拿到了 刘大哥的饭碗了 继续加油 好 谢谢 你想得过你会赢吗 没有 没有 说实在话 品牌创意 势必 他的工作氛围 和你今天的穿着和表现 那也是有点不搭的 你觉得是这个问题 是的 但也没关系 你也可以时尚起来 好吧 牵着你的导师回去吧 再见 再见 我首先感谢今天的企业家和我的导师给我的建议 我回去之后肯定会把他们的建议然后再自我消化 然后在我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会用到 没事 没事 我觉得你的表现已经很好了 我知道 虽然说心里不是很空白 但是输给海归 虽败雍容 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没有这个詹爽跟你做对比 你的优势会更明显一些 但是他的背景一对比 咱们的这个基础级别就显得有点低了 对 对 来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女生 她们出的薪资是多少 来近期 我 五千加 来张萌 七千五 尹峰 六千 你可以选择灭掉一盏灯 留下两盏灯 我可以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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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请张萌 尹峰 谈前不上感情 你可以选择问一个问题 你们怎么能稍微再加点吗 哎 这是第一次有人主动提加价钱 你进入到公司通过试用期之后 你真的能达到那个基本港八千的时候 试用期完了你就可以拿到 我觉得尹峰的那个六千可能是有点低了 然后我更认同张萌 这点的 六千块钱如果在北京的话 除掉房租各种东西的话 可能不够花 但是这是一个能力的问题 你不是你在北京怎么样 在哪都是 你市场下是占能力的 但是你首先要生存一下 你生存 那是你自己的 它后面有个加号 就是那个加是无限加的 如果你有能力 你可以 六千的底薪 不挣一万多 两万都是靠你自己的能力 都是靠你自己的能力 都是靠你自己的能力 那今天表现的不值那么大 这边有什么问题 请问在上海有岗位吗 我们加班加油站有两个岗位 地点可以选择 一个是成都 一个是北京 其实我特别建议你 多考虑考虑张萌 因为在他这边 无论给你开的价格 还是给你的回复来说的话 更有诚意 我们听一下段东的意见吗 我选尹峰 因为他没有所谓的狼性 狼性 张萌从十六岁 每天早上五点钟起 几点几点 七十四点 四点钟起来 到现在每一天都不落 你能做到吗 你做不到 对不对 所以说 也许我能做到 但是你做不到 我建议你选 什么都不愁的那种 富家女的感觉 所以说可能 富家旅行 对 所以说他可能更多的是 在意我自己的感受 而不是在于别人的感受 对 包括他对这场节目的重视度 也明显感觉到不够 我觉得他对这场节目的重视度 没有你准备的那么足 十秒钟慎重考虑 下班加油站 咖啡之意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喜欢咖啡之意 去吧 咖啡之意一开始也是我的印象企业 我也非常感谢尹总给我这样的岗位 我也非常喜欢咖啡的文化 所以也感谢尹总选择我 我会跟着公司一起成长 来我们来看看今天发布的第二个职位 总经理处理 来我们掌声有请两位 2 3 4 大家好 图磊老师好 导师好 各位企业家大家好 我叫湖北来自安徽 这次竞聘的是行政助理类 虽然我各小 当然我工作起来非常认真仔细 有责任心 也相信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 希望各位企业能给我一个机会 请多多指教 谢谢 各位企业家两位导师 以及图磊老师大家好 我叫郭建征 自小呢喜欢弹钢琴 而后又爱上了主持 所以走上了表演的道路 在学校曾得过国家奖学金 和校级奖学金 和最佳男演员 在校外有过自主创业的经历 因为热爱舞台而选择了表演 而又因为生活 在这里寻得一份 总经理助理的职务 请各位企业家多多关注我 谢谢大家 最佳男演员 是 系里的 系里的 对 你们俩都是学表演的 你是黄梅戏演员 对 曾经是 对 曾经是 哎呀 两个戏精啊 他们的背景是表演专业了 所以我在很好奇 他们为什么选择 助理这个岗位 其实我是带着一种 好奇和问号 去看他们上台的 每一个过程的 我推荐郭剑争的理由 是因为 他的表演学得特别好 而且对于一个好演员来说 需要的是 注重细节和查研 经理助理需要的基本素质 你们俩谁演的好呢 他演的好 他演的好 对 是的 因为他是专业科班出身 你们俩能够在 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哭出来吗 看看你们俩谁哭得快 来 预备开始 好尴尬啊 当时整个脑子就是蒙的 因为眼睛就是干的 怎么挤都没有挤出来 还没还没出来呢 算了算了 你们俩都不够快 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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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就是他们转型的很好的理由 他们都不适合做演员 对 他们俩哭得着好勉强啊 就那种表情 特别是那个 查总的表情就是 感觉是他人来搞笑的 这一句补刀补得很好 来 说一下你怎么推荐的这小姑娘 我觉得胡贝的 她职业经历是逐渐的发展 她最早做过演员 但是做完演员以后 她就做客服 她很快地跟客户能拉近距离 这是我觉得她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点 第三个就是她做过店长 能够了解整个店的运营情况 残务情况 所以说呢 做总经理助理来讲 除了行政这个角色以外 她其实可以做得更多 好的 来 谢谢大叔 来 胡贝先坐着 好嘞 那小贝给他寄的 郭建征 对 当初为什么要学表演呢 因为一直很喜欢舞台 就是看到舞台就想去展示自己 就是表演性人格 那你现在选择表演 你却来应聘总经理助理 那岂不是专业不对口吗 这里有一点点家里的缘故 去年我毕业大戏 刚演出完 然后回家的第二天 我爷爷就中风住院了 然后他住院之后 是我一直陪伴他 然后照顾他给他做饭 然后帮他康复 我有的时候就觉得 嗯 是不是 多给老人一些安定在内心上 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放弃表演是吧 对 这个东西选择了 他可以在内心上 作为自己的一个支撑 而不一定是说 我今后必须就要从事这个行业 但是 你学了四年的表演 你也没做过总经理助理 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做总经理助理呢 因为我有自主创业的经历 然后我在 我们每次演出的时候 我都是导演助理 然后我们会在舞美 然后剧本 然后整体的服装化妆等等 这一些安排上 也做过一些事务型的东西 你要多少钱一个月 六千 你说出一下一个原因 你会选谁做他的助理 为什么 男的我可能会挑马瑞 因为马总 我感觉他也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好 还挑一个女的 那你挑谁 我想挑贾君贾总 因为我每次看节目的时候 都觉得贾总非常的有亲和力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好像 他每次说话都在我身边的感觉 哎呦 他千里传音哪 就是非常的 你挑的两个人风格可截然不同 你有点分裂 有一点 我有个问题啊 挑这两个人 一个喜欢马瑞的生活方式 一个喜欢贾总的亲和力 这个跟你的职场生涯看起来 没一点关系啊 马总是从事的这个时尚行业 然后呃 我可能对传媒类的公司 比较感兴趣 然后呃 呃如果有需要也可以 实习工作六千可高了 呃 五千 你说呢 呃 四千 你说呢 呃 四千 哈哈哈哈 四千啊 就这么简简单单 两句压了两千 好 来来来来来来 小姑娘来来来 给给给你的小弟弟都记了一些啥 呃 首先我觉得他的 嗯 就是从 他从表演 然后到主持 或者是什么 好多都是因为他家里面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他的可能时间不够 嗯 还有就是他的方向不 感觉就是 他比较没有自己的规划 对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吧 他的实力不够 就是完全就是 我是有这么长时间的工作经历 然后他是刚毕业 然后 没有一些社会经验 而且助理助理 我觉得就是 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他好像 可能没有接触过这一行 说说你吧 嗯 你曾经是一位黄梅戏演员 对 学黄梅戏很苦吧 呃 练功的话会很苦 练了多少年 呃五年 早上几点起 六点钟就要去那个练功了 女奉马来两段 那好吧 嗯 为酒里浪 离家远 水了 帮帮 种种 有 你有首饰的 有 但是在后面的才艺会有 就是 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嗯 唱黄梅戏唱得好好的 我实际上我唱歌有点走调 所以 一毕业我就没有 就是没有做这行了 对 就是苦练了五六年 一毕业就不干了 因为走调 你上一份工作什么 什么内容 上一份工作是电话营销 啊 多少钱一个月 三千四千吧这样 为什么不干了 呃 电话销售我感觉就是 一直坐在那儿 我可能就是不太 不太 适合那种 你上一份工作不是水果茶吗 你怎么就一下从电话营销 变成了店长呢 我从一开始就进去了 然后对所有的流程什么都是比较熟悉的 而且就是到最后就是可能就是有跟我一起培训呢 有几位就是一起的 然后可能因为有些原因 然后没有就继续下去了 其他都走了 就只剩他了吗 嗯 我刚才看了一下你的微博 然后你的微博上面大概写的是16年左右 你刚生完宝宝是吧 呃对 那么宝宝这么小 当总经理助理的话 一般来说的话都会比较时间不固定 那你怎么解决时间包括平衡你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问题 经常要出差总经理助理 嗯 出差没关系但是起码他在一个地方就是安定的 你以前学表演你认为学表演有什么优点可以放在助理这个岗位上的吗 优点就是脸皮可能比较厚 就如果真的就是员工对你发火或者干嘛 我会觉得就是一笑而过或者说我不会去 就你会演 嗯 你这样你这样过来过来孩子过来 来我来说情况你们来脸上做出表情好不好 上司生气了 笑着 我觉得生气的时候有可能就是面带微笑的话可能会更更加的就是让他不要那么生气 啊 不对不对这样的话上司会觉得你在嘲弄他 有人会这样感觉啊 你为什么是哭丧那个脸 也不算哭丧脸就是可能就是呃在听他的批评 然后呃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发泄的口 可能在他这一个呃发泄了完了之后我可能再给他抛出一个点让他开心一点 好上司很高兴 上司失恋了 你看那个吸睛你看那个吸睛 你看那个吸睛 你看那个吸睛 他的意思说他当上司 啊 再来一个上司要开掉你 哎 你怎么比谁表现的这么从容呢 我觉得我做的呃已经够好的话但是他说要开除我完全没有理由的话我可能就会欣然的去接手他 但是如果说他有理由有确切的理由说啊你这项工作确实不符合跟我就是相差甚远的话我可能也会微笑的去接手 其实杜雷老师说这个事情其实是希望看到你语言对应的感觉你要有明显的差别表现 比如惊讶或者是我比较有点后悔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每个题目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的答案都很类似就显不出你的表演功底 没错没错 来问一下你那本上记了他什么 听他说他应该是在职面试 所以我觉得他的稳定性可能不是很强 哦 抓得很准啊 然后他有家庭而且孩子那么小对家庭工作都是有影响的 所以这都是你的优势 你单身 对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所以你只要四千 你要多少 我是四千五价 四千五价 哎呦你多了五百啊 呃我可能觉得不会再降了 为什么呢 这五百块钱的优势体现在哪呢 我做过就是这些工作经历吧 我觉得肯定会比他强一些 承不承认其实在在同一个岗位上 你的年龄和你的性别对于他来说 可能占了一定的劣势 包括家庭 不一定是劣势吧 我觉得有可能是优势 因为我更懂得去顾全大局 然后还有就是我虽然说呃就是年纪上也比他大 但是我觉得我的阅历肯定会比他要多一点 在第一轮选择之前 有什么要对对方说的 先稳定家庭给孩子一个安逸的陪伴 你这是老公的口吻 还有吗 你都不叫贝姐的呀 呃我们私底下就 还是挺亲热的 挺亲热的 就是亲密 亲密关系还挺 挺亲密 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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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话要 我来说 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 为什么 因为如果只要我够喜爱这份工作 我觉得赚钱就不是问题 如果你兜里已经没钱了 你还会这么选 我会 我会跟朋友先借钱 然后找到一份很好 就是适合我的工作 就总而言之 现在即便是饿死 我也要以工作的品质为优先 来 我们换一个 来来来 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小姑娘 我可能会觉得一个 令我满意的工作会更重要 对 挣钱不重要 不是 因为我觉得行行出赵远 在你的能力 或者是你的想法 或者说你是有个 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情况下 我觉得会给您就是 你的能力一些回报的 如果你现在有一份工作 一个月挣四千 明天有一份演出 五千唱黄梅戏 你到底选择哪一个 那我肯定是会放弃 黄梅戏演出的 那如果明天你就没钱了呢 只有黄梅戏的演唱的这个工作呢 选择吗 会做 为什么 您都说了没有钱吃饭了 如果要是不选择黄梅戏的话 我觉得是不理智的 他可以帮你出一个招 告诉他 我可以借你两钱 他宁愿借钱 我也不干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你可以吗 如果就是我不喜欢的工作 我肯定不会干 对 但你又没钱吃饭 你宁愿借钱吗 那我就暂时会借钱吧 我搞不懂两个年轻人 怎么这样的一个问题 怎么选择得这么难 还有一个是结了婚的 你没钱吃饭 你去借钱 你给别人增添负担 你先不把自己养活了 怎么这么没志气呢 你是吃饱了饭 才有资格去选择 令你满意的工作 现在的年轻 确实可能也面临一个 客观的情况 就是他们真的都没有穷过 就从小到大 其实没有缺过钱 他们两个人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都在应付问题 应付那个问题 但他们回答的那个答案 我们换一个角度 看的就不像他们 真实的想法 我想问一下两位 如果说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 满意这两个词 你们给几个维度的话 你们会包含哪几个维度 比方说赚钱是满意的一部分 还有哪几个维度 有可能你们看中 工作环境 然后还有我的上司的 这个人 对他的 对你好不好 不是对我好不好 就是对上司的魅力 有一个可渡 就是一个利好洋 主管的魅力是不是 也得选对吧 我觉得工作内容 还有什么 一个可以影响我的上司 其实对你们来说行业是第一位 你们在这个阶段 其实要选一个行业可能更重要 甚至比干什么 就职位是或职务是什么 都没有行业重要 他们还想象的比较理想化 老板的过程里边 其实选手应该选 我希望老板能给我带来什么 我的学习的机会 让我去实践 让我去交给我经验 而不是说你热爱生活 或者是你有亲和力 这是老板的风格 但是我要做总领的助理 我未来想成为什么那样的人 这其实要在过程里边 选老板的过程里边呈现出来 郭建征最早在谈自己的职业意向的时候 我听得很仔细 他当时说的是 他之所以不想从事原来那份收入 还不错的职业 是因为他想扎根北京 但是他在他自己的职位选择的时候 他又选择了北京和上海 然后刚才又说他不在意钱也好 或者什么 我觉得前后逻辑一直都不太通 包括说看重工作内容 看重老板 这一趟下来的时候 其实我得到的唯一的结论就是 他不知道自己想要 其实也不一定完全是 我觉得这个建征的情况 有可能是有一个情况 就是他有自己的想法 但他要配合这个舞台 要来做一些表述 或者配合我们的话来做一些 但他的真实的想法 我觉得那倒不是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像东白说 他其实还是处在比较迷茫的 其实他是很单纯的 一个97年刚刚即将毕业的学生 他能有什么阅历 我们对他们的期望太高了 而且他要的4000块钱 你想想4000块钱找一个助理 行政助理 我觉得是真的匹配度挺高的 他今天表现就符合这样子 他原来收入是1万5 我觉得再单纯的孩子 也能分清楚1万5和4000的区域 我觉得这个台上我们去看 估计有水分 建征刚刚说了一句 其实我要选择一个好的老板 你有说这句话 对 他希望找一个学习的对象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建征你的优势完全没有表述出来 我赶紧给你补一些信息 首先第一个 你在学校里一直是班长 现在是团委副出记 可以看出你的责任心 第二个你一直在勤工俭学当放映员 可以看出你的吃苦耐劳 第三个你重视家庭 你一直照顾你的中风的爷爷 能看出你是一个有孝心的人 这些全是一个当助理的优势 他全没说出来 陶希我想说你今天当导师 最大的失败你知道什么吗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的特点是什么 你非要给他推个助理的工作 你非要让他去从4000块钱起 做个助理 我觉得你是往后再浪费他 给他错过的指导 你干嘛还讲一大堆 他适合助理的特质呢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 每个公司的属性不同 每个人选择助理的这种 心理的感觉也不一样 有人喜欢他 有人可能觉得不喜欢 甚至有人觉得他4000块太低 有人觉得他4000块太高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作为老板 你应该怎么选择才是最重要的 我会觉得作为一个总经理助理 他有不同的助理类型 可能还有其他的助理形态 所以对于这个岗位 就是一定要了解清 他助理的核心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是最最重要的 我是觉得呢 其实这两位还是有他的优势 对 还挺好的 以往在这个舞台上 所有学表演学主持的 都认不清现实状况 还依然要执着于 那个所谓舞台的梦想 他们俩还是很看得清形式的 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小兵先公布和这个职位 更适合的是湖辈 匹配度达到95% 郭建中同学还要努力啦 尤其要改 爱生活也认真生活的女孩 通过职业分析发现 她是善于照顾人的主人型 很适合做行政 总经理助理 客户经理等 和她最匹配的是 早起文创的章蒙 两人都有积极的生活态度 很好沟通 和她最不匹配的是 搜索AI的丽浩阳 湖辈对丽浩阳的耐涉性差 尤其受不了她偶然的大吼 接下来就看你们怎么选 拿出你们的牌牌 写上你最满意的 那个选手的名字 我能再问一下湖辈吗 你的工作地点是安徽 一定是安徽合肥是吧 安徽合肥 还有就是深圳东莞都可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每个人写下的名字 来 贾军 郭建正 湖辈 我也是两个都没有选 郭建正 杨龙 我要说一下 我觉得为什么呢 就是我现在看到很多人 我觉得两个人 都特别不适合做助理 我觉得尤其是你们有特长的人 你干嘛不踏实 做你的专业的特长的东西 而一定要选择一个走接近路线呢 就一定不要因为他打着 一个很光鲜的外衣 因为你总是一进 你就选择他 而想清楚你自己最适合什么 来 李雨昕 郭建正 叶子龙 郭建正大票胜出 有什么要跟湖辈说的吗 好好生活吧 来 请湖辈的导师上台 对不起 我觉得湖辈今天表现得还不错 总体来讲 虽然离总经理助理这个岗位 还有一些距离 但是你表现出来 在应对问题的时候 你自己的思考 那么你自己真实的想法 另外一个就是 你表现出的一些好的品质 很好的沟通界面 在跟人打架的时候 不会太情绪化 我觉得未来都会在 在行政方面 我觉得非常有潜力 而且很多企业家 给你留灯了 肯定了你的工作的意向 同时呢 因为地点问题 你是选安徽可飞 所以说呢 这个的确是一个遗憾 但是通过这个舞台 你会来 会有更多的机会 谢谢两位 爷孙儿俩再见 谢谢大家 实际上导师给了我 很多的思考性的一些思路 但是可能在舞台上 还没有表现出来 我觉得来这次很幸运 然后能学习到很多东西 而且很多企业家 给我一些建议 我觉得回去 我得好好地思考 在就是工作能力上 我还是不断地要提升自己 刚才看见他走的时候 会有一点伤感吗 为什么呢 我看你的眼睛都红了 因为她是一个特别好的姐姐 然后我觉得这一场 我也确实没有发挥得很好 你觉得你赢在哪呢 我觉得我赢在 我觉得他都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赢 其实不很可笑吗 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选手 都太宽容了 我觉得 明明就不合适 我们就应该告诉他 为什么不合适 而不应该为了留灯 而留灯啊 总经理 这个总经理的是谁很重要 你的标准不适合你 因为他要的就是四千块钱 而我们很 有留灯的各位企业家 愿意我花四千块钱 去培养这样的助力 是没错的 明白吗 这是非你莫属的特质 非你莫属不是只留给那些 非常强的人 也有很多有素质跟素养的人 在这个舞台上被发现 从而很多的企业家 激发了他们的能力 才走到现在的 所以不适合你 不代表不适合我们 然后呢 所以你也不用说 拿顺深于我们的仁慈 因为我觉得他适合我的体系 第二个 我愿意花四千块钱 去招这样的人 第三个 我愿意给他机会 就够了 所以你代表你 不要代表所有人 就这样 那也要照有潜力的人去培养 是不是 马仁说的就是对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价值观 不要用自己的价值观 去绑架别人 没有 我觉得问题是在这里 请问你的每个岗位上 都没有从一个新生培养起来吗 我今天就做个新业务 看中他的表演的四年的背景 我 我 我 他可能的学习的机会 我给他四千块 我认为值 我最上任务 我做过八年的助理 我面试的时候 一句话都不会说 我们老板就说 你会笑你的表情好 我愿意培养你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从一个总经理助理 最低端的助理 我做三年 做到我们公司 人力资源总监 怎么了 别激动 子敏 你会笑 笑得非常好 支出你的潜质 可是他连哭都不会哭啊 哭不重要 我们选择我们所爱的 难道不行吗 天天你们就觉得 我们不能选择我们所爱的吗 看 因为大家做了 错误的投票和选择 这会导致极大的争议 对不对 就跟我们讲的一样 我觉得你更合适 但是还有的人觉得 他更合适 喜欢他就算 不喜欢他就总嘛 就这么简单 干嘛浪费时间 喜欢他也要给大家正确的一个价值观 为什么 首先我们的岗位就是总经理助理 那总经理助理有什么 我们在那儿 所有人说 总经理助理 你们需要的是一个菜料吗 我刚才讲了 总经理助理 总经理是谁很重要 今天我需要 贾总需要 周总需要就够了 你不需要是你的事情 我刚才讲了 飞机幕是就这样的平台 我也是做助理出身的 我今天能站在这舞台上 怎么了 既然你是一个学表演 他没有任何的职场经验 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 因为飞机幕属 拥有第一次的职场经验 这个舞台就值得 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 怎么了 否则飞机幕为什么多人来这面试 选手还是十一不够 如果十一不够的话 有些就是否定他的人 可能就不会那么的主观 就是那么的 所以说你认为 建争不如你对吧 要不如果选你的话 就没有这么多争执吗 所以选择一个人 选择一个机会 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公式化的 说他有这个优点 所以我选他 因为他不是机器 你多多少少 还是有一些情感的共同点 所以尊重每个人 自己的选择吧 好不好 剩下来的六盏灯 赶紧写好你们 要给郭建争的薪酬 看一下 甲军 请翻牌 四千 地点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的 张萌 四千五地点 北京 来 斯敏 五千地点 工作地点在上海 来 玛瑞 薪酬是四千五加 北京啊 北京 来 李群 四千天津 对 好 来 叶子龙 五千 北京 好的 考虑一下在剩下的灯当中 留下两盏其余的灭亮 谢谢 谢谢 来 由请玛瑞 贾君 谈前不上感情 来 请揭晓 五千 你要加吗 好 来 你可以一边问一个问题 我想听听我导师的意见 我偏向于贾总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企业相对来说 做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规模比较大 你到进去了之后呢 有一套完整的培训体系 就是你接受的是相对来说 快速可以进入这个角色 而且可以快速地了解一家大公司的一个运作模式 十秒钟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马瑞封上 东方爱英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东方爱英 去吧 刚才在马瑞 在刚才的这个争执过程里边 他的表现其实让他害怕了 马瑞还是很强势的 终于找定了自己的工作方向 然后也非常感谢台上为我留灯的老板 我希望在贾总的公司能够踏实地干下去 把他的这个新媒体方向能够做起来 报名菲尼莫属请将简历投资邮箱菲尼莫属的全评2010h126.com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想要通过菲尼莫属来招聘人才 请将企业工商信息发送到菲尼莫属招聘的全评h163.com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